同学们 朋友们 校友们 大家下午好 2020年真是魔幻的一年 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都集中在一起爆发了 所以大家无论对发生了什么可能都不觉得奇怪了 而对于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呢 2020年可能是更为魔幻的一年 上半年还因为抗疫复工复产 做出的巨大贡献而受到各种赞美 转眼到了下半年 像过山车一样从波峰跌到了波底 那么他们肯定和我们一样 正在期待2021年的来临能带来新的光景 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对互联网行业 2020年这冰火两重天的一年做一个回顾 并分析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些原因 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主要是技术改变社会的能力 与社会接受改变的能力之间的冲突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也会对互联网企业提出我自己的两个小小的建议 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2020年互联网行业的热点事件 首先让我们回到2020年的1月23日武汉封城 新冠疫情全面爆发 国内的互联网企业反应非常迅速 阿里支付宝团队只花了7天就开发了健康码项目 并快速推广到了全国 那么腾讯也是如此 腾讯会议进行了十几次大的更新 以支持远程会议的需求 百度的AI多人体温快速检测 从研发到上线也就花了一周多的时间 那么其他的互联网企业 也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扩张了在线生鲜 在线医疗等民生相关的业务 并且集中上线了什么这个在线教育 在线办公等 那么很好地解决了疫情下的民生铭记问题 那么基于互联网企业在疫情期间 表现出来的优秀技术能力 以及带动经济的能力 我们上海市政府在4月13号 发布了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还启动了非常吸引人的五五购物节 那么北京市也快速跟进 在6月9号发布了关于 加快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的落干意见 那这背后其实是政府看到了 在线新经济在带顿新一轮GDP增长上的重要意义 那么都希望借助数字化智能化 等等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加速复工复产和经济回暖 甚至是带来我们政府的新的增长点 那么像上海的很多企业 比如说Bilibili 小红书 叮咚买菜 河马等 也纷纷迎来了新一波的快速增长 然而随着疫情压力的放缓 那么互联网企业头顶光环的日子 似乎很快就到头了 9月一篇困在系统里的报道 把美团推上了风口烂尖 10月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一个演讲 让阿里陷入了重重困难 这之后互联网企业的日子 似乎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11月份反垄断法推出 并且在12月份对落干企业正式做出了裁定 12月份人民日报公开评论互联网巨头 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当当 有更多追求 而不应只盯着几块钱的小菜 当然12月24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录注阿里巴巴调查反垄断行为的新闻 所有人都意识到互联网企业 接下来一定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为什么短短一年期间 互联网企业就从一个抗疫和救世的 科技英雄快速跌落神坛 成为被监管的重要对象了呢 我个人认为 本质上是科技带来的效率提升速度过快 与人类认知改变速度非常缓慢之间的冲突 互联网从业者作为科技的主导者 对科技所能带来的力量是非常自信的 那这两句话都出自于互联网从业者 前一句话出自谁 大家都清楚对吧 那么而后一句呢 是我在和互联网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 他们的一位同事发给我的 中国互联网企业近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使得互联网从业者非常相信科技改变世界的能力 并深以此而感到自豪 也愿意为此继续付出自己的努力 然而另一方面 尽管中国互联网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时间 很多人对新兴事物的接受能力却仍然缓慢 就像这篇图片显示的 现在技术的能力在指数型增加 而我们人类的认知却只是缓慢的线性增加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 曾经总结过科技三定律 其中第三定律说 任何在我35岁之后诞生的科技 都是违反自然规律要造天谴的 那么虽然有夸张的成分在 却特别能反映我们人 其实认知是很难被改变的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 在互联网行业 这一对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在2020年这一年又是如何开始计划的 那么我想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互联网技术为什么能对社会产生如此大的变化 其实抛开种种关于互联网的包装 互联网技术本身其实只有两个能力 一是网络倍增效应 也就是网络连接的节点越多 平台的价值就越大 这就导致了互联网行业大家都熟知的 赢者通吃定律 另一条呢就是信息产品复制与传播的 编辑成本递减 那么也就是平台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越来越低 但是信息叠加所带来的价值却越来越大 我们想想看 大众点评网最初其实只是简单的聚合了 大家对餐饮的一些点评 但是随着信息越来越多 他对餐饮行业的理解就越来越透 慢慢的他就成了餐饮行业的知识集成者 那么一旦你成为这个行业的知识集成者 他对相关信息的处理能力 匹配能力 资源调配能力 就会比其他企业强 然后慢慢的很多企业就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代理 比如说餐馆就会请大众点评来做推广排名 甚至是设计配菜 久而久之呢 大众点评网就从最初的网络信息聚合者 变成了价值链的重要整合者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网络倍增效应 再加上刚刚所讲的信息叠加效应 使得互联网企业在产业里面的权力越来越大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历史 很多企业一开始 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基础的连接和信息服务 然后借助资本的力量 快速触发网络效应 实现网络倍增 然后基于积累的数据和用户呢 形成产业知识 基于这些产业知识 开始为用户提供其他的增值服务 然后慢慢在行业里面就建立起了足够大的影响力 那么再加上一些资本的加入之后 他就可以快速的跨界合作 拓展业务领域 深入的渗透到整个产业里面 增长迅速 赢者通知 美团如此 今日头条也是如此 小红书更是如此 更不用说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的成长了 那么互联网通过这种网络效应和信息叠加 所沉淀下来的技术能力呢 在今年上半年的科技抗疫中表现出了巨大的这种能动性 我们互联网企业利用他们积累的数据和工具 快速上线了各类疫情防控工具和特殊时期生产生活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个人健康申报对吧 患者同行查询市场监管举报等政务服务 还有我们个人层面上的在线课程会议远程办公远程会诊等 无接触的个人服务 以及基于新零售还有外卖平台保障的公共生活服务等等 同时呢 他们还积极的发挥数据技术和算力优势 在红外测温病毒基因分析药物研发疫情监控等紧迫需求上 为我们的国家保驾护寒 同时在带动经济复苏和创造经济增长点上 那么互联网企业的这个巨大的技术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上海市政府在在线新经济的行动指导上提出 互联网行业可以通过无中生有有中起转转中做大三种方式 有效的提升12个领域的未来发展能力 那背后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互联网行业不仅可以独立作为一个产业存在 那么通过挖掘新消费场景啊 刺激内需啊 那么来提升国内市场的活率 比如说像阅文 bilibili等等都是属于这个独立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来刺激新消费新需求的一个代表 那么并且互联网行业还可以渗透到传统产业通过高效的这种数字化能力 帮助原有的产业进行更有效的上下游的协同和创新 那么来磐活原有的传统产业带动经济增长 比如说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新能源行业 其实就是依托于互联网它所积累的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基于用户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方式 那么互联网加餐饮等等也是在此基础之上 对传统的餐饮行业做出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么这种渗透的价值呢 根据MIT Brionovson教授的研究呢 所能产生的价值是它直接产业价值的十倍以上 其实我相信即使我不解释 大家也不会去质疑互联网行业它背后的巨大的技术能力 然而互联网企业在滋滋不倦的利用技术去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时 却没有对社会的接受和配套能力做出有效的评估 现在如果借力资本市场的力量 那么改变一个旧的模式 互联网企业也许只需要两到三个月就可以实现突破 但是社会要来接受这种变化的能力 却需要更长的时间 比如说在今年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 是我们的李飞飞老师发表的 那么她的研究就发现 医疗环境智能化的应用 其实早在两三年前就可以切实地改变医疗的效果 然而到目前为止 医院病人甚至是医生对这些应用 似乎都还不怎么感冒 所以对于这样的技术来讲 还需要三到五年才有可能大规模的推广 那么这就是互联网企业 技术本身能改变一个行业和行业 去接受这个技术之间冲突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而且现在互联网企业似乎过于强调增长来满足资本的需求 强调与竞争对手PK快速抢占市场 攻城掠地 却忽略或者是弹化了社会对新模式的接受能力和适应速度 其实在今年我们就可以发现 面对互联网强大的这样一种技术侵占性 我们社会已经表现出了三个方面的不适应 一是员工跟不上了 尤其是执行层面的员工 九月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 为什么会激起轻沉浪 大家反响如此之大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家对此都有所共鸣 企业的算法里考虑了商家的利益 消费者的利益 投资人的利益和平台的利益 那么当然我们也认为 他们考虑了员工的经济利益 但是员工的幸福和安全 基本上是被忽略了 所以员工跟不上了 很多互联网企业以效率至上为名 把压力转嫁给了员工 尤其是执行层面的员工 那么我们得说互联网企业的效率优势 当然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 它的技术基础之上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很大程度上也是要靠员工 把事情落实和执行下去 所以互联网企业通常都会有一套 独特的组织管理和文化制度 来想方设法提高员工的投入度 激励他们的创新 那么适度的激励 确实可以提高工作的投入度和创新度 但目前看来 在互联网行业 这一效果正在逼近极限点 藏此以往再细续下去的话呢 可能会适得其反 出现倒游型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而且由于互联网企业的竞争 往往都是非此即彼的 竞争压力非常大 大家一路狂崩呢 也只能保证自己不落后 其实不仅是起手 其他人何尝不是困在系统里面 如果投资人和企业能够调低一点 对互联网行业增长的期望值 稍微放松一点对员工的要求 让我们的员工有一个可能不是最高效 但是却相对放松幸福的生活的 这样一种工作方式 是不是我们员工就有可能跟上了呢 那么第二个不适应 是在位竞争对手跟不上了 互联网的网络效应 加信息叠加效应 在资本的加持下 使得互联网企业成长和扩张的速度极快 所以导致的一个必然的不适应 就是在位竞争对手来不及调整 不战而败 被迫退出市场 今年的社区团购 为什么大家会对互联网企业群取而攻之 是因为这次互联网企业改变的对象 不是银行啊物流啊汽车制造 等多少还有点能力抗衡的在位者 而是去改变那些素以百万计 根本都没有什么能力来抗衡的 生鲜行业劳动岗位 那么相较于传统的 这样的一些小商贩模式 互联网通过数据优势和网络资源调配优势 我们确实认为它可以带来整条生鲜供应链 人效和贫效上的上升 那么由此呢 对老的模式产生了较强的这种替代效应 但是这次的替代跟以往的替代不一样 这次的替代是直接替代掉了一大批底层菜饭子们的工作 那么这就涉及到了最基本的民生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了 从更长的时间走来看 我们得认可说新模式替代旧模式 代表的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倒退 所以我们也清楚 技术带来的模式的迭代是不可避免的 菜饭子们或许最终仍然会被淘汰出局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温和静静的 是社会政府个人和负责任的大企业 合力在给在位的竞争对手 留出一定的响应和调整的时间 而不是直接拿资本和技术的力量 让他们直接就退出市场 从而出现了社会生存和公平的问题 在任何时候 社会都不能抛弃大部分人 而单纯的去追求技术上所谓的颠覆式创新 毕竟生产力的发展是要为人的生存而服务的 那么第三个不适应呢 是治理和监管跟不上了 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那么长期以来我们得说 我国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总体还是保持着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 那么这一方面呢是出于对新业台的支持鼓励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治理和监管政策的影响力太大 操资过急的推出 也会影响企业有序的创新和竞争行为 甚至阻碍行业的发展 那么而且我国在外卖啊 电商啊 移动支付 共享经济等领域 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那么前列也就意味着 风险监管和治理政策 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 但是到了2020年 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 体量大 市场支配地位强 那么已经对社会短时间内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监管治理体系到了不得不出台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 针对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员工跟不上的问题 如果每一个外卖员的安全问题和员工的福利 都算在所服务的企业的头上 那么政府由此来评定该企业的安全服务水平的时候 企业的系统规则自然就会调整到合理的范围 那么同样的对于社区团购的例子 也是如此 国家在12月22日发布了社区团购久不准 这样的一个规则之后 新进入者与在位者之间的竞争 就更好的体现了它的公平性 所以改变互联网企业过于追求效率之上的系统规则 合理的外部的监管其实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以有效地避免市场短期的失控 我们很开心地看到这个问题似乎慢慢在解决的过程中 事实上关于监管跟不上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有 全国各大经济实体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 然后也都陆续的采取了行动 早在2018年欧盟通过这个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然后2020年12月15日呢 欧盟又正式公布了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草案 欧盟近三年来对Google开出的反垄断处罚的金额 已经累计超过了90亿了 2020年10月在长达16个月的调查之后 美国众议院发布了一份长达449页的科技反垄断调查报告 那么报告认为目前互联网公司拥有太多权利 必须限制这种权利并使其接受适当的监管 这份调查报告在结尾的地方建议 那么我们要对互联网企业的相视业务进行拆分 或者要求全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互通 数据可迁移 在我国我们的这个步伐跟上的也非常快 我们在2020年11月10号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起草发布了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那么1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会议 明确强化了这个反垄断 关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这样一个会议 12月14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三企为依法申报 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立案 并除以50万的这样一个罚款 释放了这个加强互联网领域 反垄断监管的信号 相信还是产生了足够多的威慑效果的 但是我们得说这个如何对互联网企业进行精管 尤其是如何在控制互联网企业的权力 做到合法公平的同时发挥互联网的优势 且不打击创新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也是所有立法者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挑战 那么在第二部分 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 讨论了互联网企业基于网络效应 和信息叠加效应 所产生的强大的能力 与社会接受能力 与接受速度之间的矛盾 那么这对矛盾在2020年 我们得说越演越烈 最后国家也开始出手了 于是出现了2020年互联网行业 冰火两重天的魔晃的一年 那么我们作为老百姓 可以抱着吃瓜心态 看待互联网领域监管措施的密集出台 那么也在等待着各个互联网公司 怎么样对此做出反应对吧 但是互联网企业 没有办法保持这种看热闹的心态 而是不得不去深入思考 2021年以及未来 我们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 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来拥抱 监管常态化之后的 互联网行业的发展 对此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首先新事物总是在 创新和风险的博弈中发展成长的 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 我们要精定科技对产业的赋能 是有巨大价值 互联网作为一种 更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互联网行业在未来一定会成为 经济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是数字化的大势所趋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技术效率的提升 应该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其实在工业革命时期 很多后发国家 在向英国学习工业革命的过程中 就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很多南非 南美等等后发国家 在农业革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 就直接发展工业化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农业生产力严重不足 粮食短缺 然后引起了非常普遍的社会矛盾 所以我们不能脱离社会接受能力 而一味地去追求科技的效率 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 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 曾提到过 变迁速度的重要性 遍布亚于变迁本身的方向 虽然后者经常不是由我们的 主观意愿来决定的 但是我们所能忍受的变迁速度 却允许由我们来决定 因此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我们互联网行业要调低我们对增长的期望 来降低变迁的速度 如果我们继续回顾一下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其实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也曾经历过不断兴起的工人运动 消费者运动 产品质量运动 乃至环保运动 那么这些运动一定程度上 都降低了工业化进程的速度 那么这些是社会自发矫正 这个资本过于足利这一问题的表现 而相关领域的立法和监管呢 比如说这种反不震荡竞争 反垄断和知识产权等制度 其实也确实起到了 长期保护工业化作果的目的 所以我们从工业化历史的 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看出 我们要理线地看待监管 监管不是打压 监管的目的是为了塑造 未来更有效的市场经济 所以互联网企业也无需纠结 这个监管部门的意图是什么 为什么要在此刻出台反垄断的 这样一些措施 任何新技术带来新能力的同时 也必然会创造问题 那么一旦有问题 我们就需要用更好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去减少无效的这样一种竞争 这是技术创新与社会共生共融过程中 一种纠错的正常现象 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我们互联网企业而言 就需要适当地去调低 当下对期望的增长 就像这张图所显示的一样 在企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企业通常是没有可能 按理想状态持续调整增长下去的 当效率高到一定的程度时候 那么总会出现一些阻碍因素 事实上也需要一些因素 暂时来拉低效率 让社会能够更好的跟进 然后我们企业可以叙事代发 进入下一轮的增长 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对增长的期望 从虚线部分落回到实现部分呢 这样我们的员工也好 用户也好 竞争对手也好 那么都有能更多的时间 来跟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有更好的共生共融 第二我们互联网企业能不能不要 只关心效率至上 是不是能够多关心一下 社会责任和老百姓的人心呢 皮克斯公司的这个CEO 艾德·卡特姆曾经写过一本书 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我们走得太快太急 而忘记了最初的方向 野兽们会为了业绩而业绩 为了流程而流程 为了子目标而忘记总体的大目标 我相信任何互联网企业 成立之初的初衷 一定是希望利用科技的力量 来造福人类为社会创造价值 然而我们走得太快太急了 却忘记了最初的方向 员工迫于业绩的压力 会为了效率而效率 却忘记了公司存在的初衷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 自己的这种侵略式的打法 我们能不能不要过于关注 短期的效率的提升 而是有意思地去思考 这种打法对社会 对整个商业公平 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我们能不能去追求 长期的人心所向呢 数字时代 互联网企业除了追求效率至上 还要形成自己的数字智慧 科技除了要上天 也要能下地 要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 事实上蚂蚁金服提到的 这个稳妥创新 拥抱监管服务实体 开放共赢 十六字的方针 以及腾讯在2019年提出的 科技向上的全新使命愿景 都是他们责任担当的 非常好的表现 谢谢 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的个人观点简供参考